一人一份忙 毛毯 圍巾 生活物資 都是慈禧基金會 為鄉親準備的過年祝福 長者行動不便 或者是家裡沒辦法主持 在疫情的情況之下 我們沒有辦法像往年 可以聚眾 讓他感受到 這個圍爐大家庭的溫暖 阿公雖然身體好 但是要保養 這次的過年圍爐 因為疫情 所以志工走進長者家中 讓長者可以安心過好年 祝福您 新年快到了 先代替大家 把這個新年的祝福送過來 來 給你暖暖的 謝謝 禁絲金社法師 為長者披上毛毯 讓社區的長者們身體暖和 也提前感受過年圍爐時的熱鬧 大愛新聞 正常美之工 黃素貞 呂佩玲 花蓮報導